妇科疾病是让女人最没头疼的,表面光鲜亮丽,殊不知内里要经受妇科病的困扰。 洗心的女人会发现,每次在检查出妇科病之前,脸上都会有异样的表现。 的确是这样,人都无关于五脏六腑相连,人体面部集中了人体五脏六腑病变的反射区,多留意面部变化,即可诊断人体疾病,中医少称为免诊。 尤其是妇科病,可以从下面四个表现中写出来,一,熊猫眼,二,面部皮肤干燥体皮,无光泽,面部干燥体皮,一方面有可能是女性朋友工作繁忙,导致体内受入水量不足,导致的缺水,另一方面可能是工作压力大,女人暖潮早衰,导致体内雌激素不足。 如果不注意条理,很有可能被子宫内膜增生,子宫肌瘤,功能是调性子宫出现的可变缠上。 三,色斑出现,女人眼角周围,发际线长斑,除了受遗传因素影响以外,极有可能是女性体内激素水平不平衡导致的,下半处长斑,可能是血液专化,白带过多妇科疾患,额头处长斑,可能是性激素,冷潮激素异常。 四,脸上长斑,如果一直光滑的皮肤突然长起了痘痘,皮肤也变得粗糙,往往是耐分泌失调的表现,耐分泌失调是多种妇科病的罪魁祸首,会导致女人体内黄几头,此激素水平紊乱,更容易患上乳腺纯生,不允,痛经等。 女人在生活中如何调理,减少妇科病的发生? 一,寒流食物 寒流食物含有天然的砂菌物质,可抑制白色面珠菌在阴道内的过度生长和繁殖。 常见的寒流食物有,如大蒜,韭菜,洋葱等,二不公民,被称为天然抗生素,可泡水,生吃,做馅料,有很好的砂菌消毒作用, 对女人的喷腔炎,出现风生有较好的调理功效。 三,海带 海带中还有大量的点,尖可以刺激垂体,使女星体内刺激素水平降低,恢复暖潮的机能,环节内分泌失调,进而较少妇科病的发生。 四,玫瑰花茶 树干解语,调节内分泌,性温,温光驱寒 对原因不调,如先曾生有很好的食疗效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